好我们说美国想要在东海 台海跟南海呢 对中国大陆进行包围 我们刚才提到南海 那台海这一块真的也不能声势了 来看到美国又有呢 这个神盾级的驱逐舰 分行经台海 1月24号是赖庆德当选之后呢 第一次 但是我们都知道说在去年的时候 美国行经台海的次数 已经越来越少了 东部战区在当时的时候就说 我们组织兵力进行跟监 依法处置 其实呢反介入跟区域制止能力 中国大陆是越来越强 很多东风导弹都可以打得到你呢 你更别说 中国大陆未来有三艘航母出来了 所以蔡委员你怎么看 今年的这个美国的驱逐舰 或者美舰通过台海次数 会不会又要减少了 它减少了 除了有跟中国大陆协议之外 主要是军事预算的压力 你要了解到 美国的国防预算 已经占它的整个的GDP 到达3.5% 中国大陆多少 1.75 而且美国的国防预算 要分配到全世界里面去 能够分配到西太平洋了 真的是越来越少 所以印太司令部整个人在叫苦 要跟美国国会要钱 我们有中国大陆的威胁 我们要多点钱 而且他讲这个跟NASA一样 问题是欧洲要花那么多钱 而且是乌克兰 然后军火商赚钱 也不是马上缴税回来给联邦政府 所以中间会有很大很大的落差 对于中国来讲 又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同样造一艘航空母舰 它的成本就是比美国便宜四成以上 同样要维持一个航空母舰 军队的费用 就是比你美国便宜一半 CP值好高 对CP值比你高 因为美国的军火商 除了要利润之外 还有系统性的贪污 因为美国的政客要分一杯羹 所以这样系统性的贪污底下 你真的很难期待 美国的同样的军事预算 可以发挥同样的战力 尤其是面对中国跟俄罗斯 这种强大的国家 它真的是有点的负担沉重 对于这个在军事博弈 并不是全球的军事博弈 中国并没有要在红海 打西洋 没有东太平洋 没有在跟你博弈这个 所以对中国来讲 它是只是在近海一千公里内 明白讲就是第一岛链 第一岛链也没有说 跟你日本怎么样 菲律宾怎么样 主要还是在台湾 那台湾跟台湾海峡 跟东海黄海南海这一块区域 本来在中国历代 就是传统的经济海域 跟政治海域 那你美国千里迢迢到这边来 还要想称霸 你的费用越电越高 刚才我们两位先进 都有提到这种帝国的崩溃 或者帝国的危机 历史上的帝国 都是因为财政跟军事过度扩张 照顾它的经济体能无法撑住 苏联帝国的垮台 就是一个最经典的一个案例 古丁就说美国变成苏联化了 他之前不是经典的 我不晓得这是公围还是弊评 没有就说帝国走路 这是我们以前怎么输的 我们以前怎么输的 但的确是走在这条路线上 那中国只要谨记的 不要军事扩张到其他地区 就谨守住西太平洋 就会保证什么呀 持营保泰 目前美国不管说是要巡航 你要知道美国巡航 这个台湾海峡 同样的军舰所要负担的成本 又比中国在近海里面 自己的巡航贵三倍 所以大家有一种长期的消耗战 这种消耗战美国是撑不起的 所以你说它渐渐的减少 主要还是军事预算的考虑 那你让它挤出吃奶的力气 你想想看 它要在红海要部署几艘 地中海要部署几艘 然后你又要在 十艘航空母舰 不可能每一天都能够 妥善率很好 可以出行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 那中国的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反介入跟区域的巨子 它有很大的优势 它没有要在全世界巨子 不用啊 它就在低岛链巨子 而且低岛链1000公里以内的 反舰导弹的成本又很便宜 你一艘舰艇又那么贵 所以为什么美国制造舰艇的能力 越来越衰退 因为就是没钱 那你拨到空军的战机 一天比一天贵 拨到海军的战舰相对就会比较薄弱 所以东升西降 不一定是讲的是经济体能的改变 但是在军事体能态度已经很清楚了 再加上中国在军事科技上不断的突破 这个突破不只是带来所谓的沉坡体超高音速导弹的精准度 更重要的是什么 已经逼得美军开始做一种演习 什么演习呢 就是不靠GPS的军事演习 已经提上台面了 为什么就不靠级别 因为中国干扰GPS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强了 而且中国的这些电子干扰讯号的作战能量 一天天在提高 这个当然跟中国的科技人才 不断的上档是有关系的 在科技竞争的领域上面 美国好像可以把中国压着打 可是石破鱼 已经石破鱼了 所以对于中国新的舰艇 只要出现新一代的潜水艇 目前中国的潜水艇换代的速度太慢 不像什么航空母舰什么大驱那么快 当然一方面也卡住了说 毕竟潜水艇的科技跟制造难度 中国还要再累积经验 但是只要在潜水艇方面 跟美国打成平手 美国就只能乖乖摸着鼻子 退出第一岛链跟西太平洋 因为所有的兵推都显示 美国自己做的兵推 他们什么舰都会打输 只有一个航空母舰会打赢 而且只有航空母舰有办法 对付解放军 跨越第一岛链的战斗船团 那如果你航空母舰 中国在兴起了 而且势必兴起 毫无怀疑要的是时间 所以某种意义来讲 中国现在是在争取时间 你让空间争取时间 等到时间过了以后 空间自然会扩大 这种战略空间的扩大 只要不膨胀到其他地区 以后西太平洋就是大汉帝国在线的时候 对所以这也凸显出东升西降的这一块 也是怎么样呢 美国不断的怎样呢 要在全世界部署 结果搞了自己呢 现在有一点帝国呢 有一点看到了苏联当年的样子 这是普丁说的 倩姐你怎么看 因为讲到海军就要问海军子弟 我们的倩姐 因为中国大陆反介入跟趋势 能力越来越讲 美国你真的还能拦得住他吗 尤其是中国大陆三航母来了 075在今年会有第四艘 另外更别说 2025年会不会096型的核潜艇出来呢 096的核潜艇呢 被说非常的安静 美国担心死了 因为它可以配备什么呢 巨浪三就可以去打到美国本土了 另外美国自己传统基金会说 衰落十年 已经让美国的武装部队 连续两年获得孱弱的等级 尽管美国在2023年 拨了8000多亿美元的预算在投资 好那美国这个退役海军的忠孝就说 设备老化战备水平太差 都是在80年代采购 初级终端设备都是30年 甚至更久的东西 就是倩姐不断提醒了 代差代差 然后提到了美国空军只有32个战斗机中队 在冷战时期 空军在欧洲就有29个战斗机中队 你以为你还有当年的荣景吗 然后又说呢 美国的军队现在大概290艘 低于冷战时期的近600艘 还要再加一个 刚才退役海军忠孝武德说的 那三点以外呢 你还要再加一下 现在美国的海军呢 原额不足 因为原额不足呢 他们甚至要开放到所谓的第四级 就是没有高中学历的这些人 以前就是至少你要高中学历 有高中同等学历的这些考试通过 所以有些人就是戏称 这是美国人戏称他说 这是那个Forest Gum的海军 所以就是说他招不到原额 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譬如说你一个航母战斗群 出海以后 当你回到了本地去整补的时候 是油电就是油弹水人 都需要去整补休息 所以他现在的人额呢 原额其实差很多 我想我们还是用那个 中间那张图 是台湾所做的这个报告 是向立法院跟国防部报告的 它中间提到了另外一个新的因素 就是除了你船对船 舰对舰 飞机对飞机以外 你还有一个非常庞大的 陆基的基础 就是中国大陆的导舰的 导弹的陆基基础呢 使得你在西太平洋 你只要进入它的导弹圈的时候 你就不是只是跟船舰飞机在对抗 你是一个垂直的一个对抗 再加上未来还会有空间站嘛 所以就是你这个思维 都是在对抗的情况之下呢 你到别人的家门口去打仗 当然你军力投射的成本也好 或者是你的效率也好呢 一定不如在家门口以意代劳 制作区域拒止 反介入的中国大陆的军队 所以说整个西太平洋 大家可能记得在美国开始叫做rebalance 就是再平衡或是再 它叫repivot 应该叫做再调整吧 或是再倾斜 那个时候呢 美国海军的满源的计划 是288艘舰艇 当时是预备把288中间的六成 拆到太平洋 但是我们要想到说 太平洋不像大西洋那么容易 那太平洋是非常广袤的水域 所以本来的这个太平洋这边就是有 就圣地牙哥跟夏威夷两个基地 它是一个双基地 那再加上呢本来是太平洋 现在又拉到了印太 所以它整个的战线是非常的绵长 它必须要去在整个这么绵长的战线中间 建立一个又一个的基地 以确保它的人员油水弹药的补给没有问题 海军是一个基地军种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就用这个来讲一下那个潜舰 原来那个中国大陆的核潜舰 它本来的柴电潜舰就可以 但核潜舰过去的问题呢 就是它静音有点困难 没有突破 所以现在美国一直在看的就是 这个洞96跟洞95或者是我们叫洞拐6洞拐5 那看它们的时候呢 不但是在2024的国防授权法案里面有提到 在2023提到 而且在他们现在希望能够新建新的船舰的时候 也开始提到以外呢 我想拿一个这个我可能常常用的 就是五个岛链的这个概念 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CSIS所画的 就是美国人画的 他们认为今天我们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就是撤到关岛以后 然后到下位第三岛链的这个格局 他们认为一定会改变到 因为他们预估中国大陆会在这里建立三个海军基地 那么所以从印太 那再加上最近的阿拉伯半岛的形式呢 是让它一直拉到了阿拉伯半岛以西 非洲以东的这一块 所以他们认为在汉班托特就是斯里兰卡 然后再来就是巴基斯坦的那个瓜达尔港这里 还有现在已经有的吉布提 这三个地方呢 他们认为中国大陆一定会去做海军基地 以保护或者是对这个美国的海上霸权挑战 但是至少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 若是今天红海啦 苏伊士运河 阿曼湾都有问题的话 过去的吉布提是打击海盗嘛 所以就是说它有一个违和反恐 或者是确保海上这个安全线 生命线的这个作用的话 那美国就必须要 这是CSS的逻辑 就是大陆如果到这里来的话 美国就必须要建第四岛链跟第五岛链 并且在第四跟第五岛链中间 建立多个基地以确保它的运补 它的整个的违运 整个海军舰队中间刚刚一直在讲的 就是有水弹人的东西呢 不会有到后来发生问题的时候 支撑不住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他们看核潜舰 就是因为核潜舰会是在中国大陆南边 在海南 在海南这里布局 他们认为在海南布局的这些核潜舰呢 就会cover到第四第五岛链 那他们在一个非常庞大的海域中间 无论是在太平洋这一端 或者是在这个庞大的印太之道 这个东非这一端呢 它无论是在哪里 现在的巨浪三都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威胁 所以未来的态势 就是整个太平洋的态势 在中国的家门口的部分 美国是没有什么迎面 因为刚刚讲了还有一些陆基的导弹 是非常非常可以饱和攻击的 因为我们不是一艘船对一艘船在对打 它一定是整个的战争的规划在对打 所以在这个附近没有迎面以外呢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想到这么庞大的海域 它要如何去建立一个完整的基地运补圈 那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 他们所用的未来用的理由呢 就会是这个 就是全世界我们说过有很多的咽喉区 就是全世界要继续处理的咽喉区 那这些咽喉区在亚洲这个地方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在新加坡 马六甲海峡这里 那除了这边以外呢 刚刚讲的南海行为准则就非常重要 一过了新加坡就进入了南海 所以现在的南海这边呢 都是次要区啊 它不是主要区 就不是主要冲突区 所以在本来的亚洲地区 只有一个新加坡 二者马六甲海峡 是全球在美国的地图里面的 最重要的咽喉区 但是未来 若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南海行为准则 快快地定案的话呢 那亚洲还可能因为美国的五眼四方 还有三边的这些介入呢 产生了其他的小的可能的 这个冲突区或者是咽喉区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世界的地图 就不会是一个商贸往来的地图 而是一个战舰往来的地图 那是全世界的浩劫 所以现在正是一个抢时间的时候 希望南海的行为准则 能够快快地建立 然后中国大陆的海军军力呢 在区域拒止反介入的情况之下 小部分地去确保整个航运的安全 避免美国增加整个海上竞争的态势 让我们进入一个灰色地带 甚至若不小心的话 会进入真正的战争地带 2024年龙年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一个和平的期许跟希望 对啊我们都希望不要有战争 那尤其呢 现在刚才非常精辟地讲了 南海这个局势 南海呢大家都希望稳定 我们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人 但是美国会不会希望这个地方 越乱对它有战略的利益呢 所以南海行为准则 它当然要叫菲律宾 你呀来给我乱啦 但是刚才大使也提到 自己内部有压力嘛 东盟都想要和平 好中国大陆现在 不只反介入跟趋势 能力越来越强 而且呢 它也可以反手打理美国 我们来看看 最近呢 加根者呢 欠姐之前就不断提醒 这很重要 这是很关键的元素 然后你看掐到咽喉了 加者 然后中国大陆最新消息说 从2023年7月之后 就完全完全禁止给你美国了 你当然有存货 我们知道了 但是7月开始没有了 你慢慢慢慢就会感受到压力了 那淡化家呢 就是又来打造了 这个电子扫描 阵列雷达 很重要的系统 像F35啦 超级大红风啊 都会用上 那另外来看到 那在去年的时候呢 就被发现说 这样被卡脖子 2024年的时候 洛克希特马丁 也被说营收不如预期啦 F35供应链中断 有缺供的问题 那如果再加上 加者这个问题的话 你的问题会更严重 大使 对 我想这个中国大陆 当然也不是 要全面瘫痪 美国的这个 兵无能力 我想这个是一个 谈判的筹码 就是说它能够 发挥的作用啊 是很关键的话 事实上美国对 中国大陆的小院高墙 就有必须要 跟中国大陆来商量的余地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大陆基本上 它是也是反对这种 这种所谓的这种 禁止外销 或者 就是所谓的 这个出口管制 这个这种做法 事实上在 国际贸易法里面 是有限制的 并不是无限制的用 可是现在的国际贸易法 事实上 事实上已经半瘫痪 美国已经完全 把他丢到一边了 所以中国大陆 这个颁布以后 基本上当然是针对美国的 除了加根者 我觉得上一次也公布了石墨 石墨的部分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大概拿出三个武器 三个武器 看起来都是蛮关键的 可是它要真正能够发酵 作为比较强大的一个谈判筹码的话 还要有一点时间 就跟嘉然刚刚讲的 这个国际社会上还有很多存货 对还是有存货 这个问题存货用完以后到哪里去找 那美国现在你可以看出来它也很急 它跟很多地方都在谈 这个所谓的稀土的生产 那包括 不好意思要十年啦 没那么快啦 问题就是这个时间的问题 就跟中国大陆卡中国大陆 美国卡中国大陆的这个 尖端科技也是差不多就三五年 可是三五年就对这三五年制造成很多的问题 那以美国跟它的盟友之间 如果要在稀土上能够自己自俗的话 它是有这个能力的 只是说就是那个时间差的问题 那现在整个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这个是一个大国决体的态势 因为对海洋的控制能力 今天中国大陆的整个的这个 我认为的战略上还是以防卫为原则的 那为什么刚刚讲这个第四第五海链 这个这个这个第四第五岛链 因为那个是中国大陆的生命线 这个一个国家基本上发展海军化 它是保障它的这个生命线的安全 为什么这个生命线呢 就是这里面是中国大陆很重要的 能源的来源之一啦 这个中东部分出现来的这些什么 这些原油还有这些原物料 事实上这是很重要的航线 那一个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话 如果对于自己的贸易线没有办法 加以保障的话 那这个国家是很脆弱的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大陆 目前整个的整个这个海军的这个 战略还是以确保自己国家安全为主 防卫性的倒没有那个侵略性 没有看它很积极跑到这个大西洋去耀武扬威 或者跑到太平洋 这个第三岛链以东 接近美国的属于水域 那边对我们只有在去年的时候 有一艘听说有一艘055的大区 被发现在靠近 这个美洲往这个太平洋方向一直过去 那美国也在防啦 因为美国对于这个太平洋 北太平洋的这些众多的岛屿 基本上不管是中途岛 或者说夏威夷岛 这些可能作为攻击的中途点 美国是牢牢控制 美国的弱点现在在南泰岛链 那南泰岛链中国大陆事实上已经都已经差不多 最敏感的已经拿到了 就是所罗门 所罗门的话事实上它可以作为一个 因为它是最大的一个南泰的国家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斐济 那斐济基本上它还是大英国协的 所以它跟西方的关系还是比较深的啦 不过整个来讲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目前 海军的布局是在这地方 可是问题就是核子战争的话 关键在所谓的你的三位一体的 你的最好第二波打击确保毁灭的这个 战略性核潜艇的部分 那美国的估计就是说可能明年 就会有一艘096 096这样这个战略核潜艇的这个 可能就要直接服役 他们认为就是说它最重要是它的推进技术 改成一种拱推 拱推 那就把它的这个 五九拱推音量非常的低 过去美国的战略学者常常在嘲笑 中国的战略核潜艇声音太大 还太大 那这个技术突破以后 事实上的话 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国大陆三位一体的 核打击战术 这个能力就更强 它的嚇阻能力就更强了 那当然这个只是明年 现在西方的这个严故 明年096 可是它的体型要比094 要大相当的多 几乎大了三分之一到15000吨 094大概才差不多 差不多8000到7-8000吨 那所以就是一个 它的整个的载弹量 所谓巨浪三 它可以载16枚 巨浪三本身是多战头的 所以一艘这个096 可能它上面有人估计 几乎有上百个核子战头 所以它的威力是非常的大 那可是在这种核子攻击潜艇的部分 中国大陆就095核子攻击潜艇 那美国的国防摆平书 中国大陆是六艘 那这跟美国的数量来讲的话 美国是将近60艘 这种美国几乎的潜艇都是核动力 那所以就是中间的差距还是很大 那水面舰艇中国大陆已经 已经赢了 可是就是水下的作战 水下还要再加油 水下的作战能力 但是中国大陆是防御啦 它也没有要全世界部署 其实也是够了啦 如果说是6艘的这种095 096够 但是如果要跟美国比 当然还是差很多 当然了 而且中国大陆还有一个就是说 被第一岛链 它这个有几个出入口 美国已经布了很多海军的侦测 比如说巴士海峡 比如说这个公国海峡 下面拉这个 一北一南 对 所以真正就这个很多战略学者 为什么美国把台湾的战略地位 看这么重要 你要知道台湾有一个军港 事实上它如果变成解放军的军港的话 那整个潜水艇的那个力量就大非常多 就是我们宜兰的苏澳港 苏澳港那个只要开出去就是太平洋 没有多久是全世界最深的海沟 一万多尺的那个马尼亚岸海沟 就是黄沟 所以如果是从苏澳港开出去的话 那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好反潜能力 就等于说都破功了 都破功了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看台湾海 看这个整个第一岛链 看得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美国考量的因素 是的 不过整个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事实上 你刚刚讲的晶圆片的话 美国的这个好半导体协会预估 光明年一年 就是说今年一年 今年2024年 中国要增加18座晶圆厂 所以事实上去年的下半年 中国大陆在大量进货 包括跟这个ASMO 买了大量的这些光刻机 还有半导体制造技术 半导体制造设备 所以基本上他们的估计 中国在28奈米以上的这些成熟制程 正在全力的开发 这28奈米的话 事实上它车用的 消费用的伺服器 等这些领域就够了 你不需要7奈米 你不需要14奈米 只有手机需要而已 对只有手机 那你就20奈米的 有的时候军用的时候反而耐 因为它的稳定性比较强 所以事实上的话 就对中国大陆目前的整个产业来讲 它20奈米以上的这种成熟制程 它如果能够大量自己自足的话 对中国大陆整个产业发展 就造成一种保障 当然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也是这个四调机构 他们的估计 2027年中国成熟制程的这一些晶片 可能会占到全球的比重到达39% 快四成了 对这非常非常的快 惊人 非常非常快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中国大陆这个手机业 就是去年的Mate Pro 60 Pro出来以后 事实上预估今年 华为手机会回到一台 那当然这主要还是中国市场的捧场 那所以在中国市场里面 过去第一大手机 也不是中国 一直是苹果 那苹果今年在中国大陆 就有点煞雨了 吃鱉了 而且它不断的降价 可是呢就整个美国的这些市调 还有这些投资机构 对于就是对于这个 苹果都不乐观 他认为它的销售量会不断的下降 所以我觉得虽然中国大陆 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高端晶片的部分 就是说这种14奈米以下 这种高端晶片 先进制程的是落后 可是不要忘记全世界都落后 落后台湾台积电 最近我看了一个报导 台积电的市值在三年内 超越三星 几乎从过去跟三星是等量起关的 现在几乎要超过三星快一倍 整个市值 那三星的发现也就是说 几乎现在高端晶片 全世界六成以上 就是台积电 一个厂 然后台积电还在继续的怎么样 继续的还在往前 它还在不断的扩充 它整个市值好像是6000亿美金吧 6000亿美金 三星相对好像差不多才不到4000亿 所以就短短的三四年之间 你看这个市占率就差了那么多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晶片的部分 大部分掌握在华人的手里 台湾的中国人跟大陆的中国人 这两边都把一个成熟制成 一个先进制成 大概就是50%以上 而且短短的未来几年 那我想就是说 这个也造成最近 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公司 Souloman 他们最近有点挫折 发言都已经有一点点觉得 就是挡不住 挡不住啦 就是挡不住 小院高墙是挡不住的 挡不住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我想这个问题就变成 就是说 大概明年就变成川普的问题了 看他怎么解决 对 倩姐你怎么看 说到小院高墙拦不住呢 这一块 刚刚大使已经补充了 中国大陆成熟制成会 领先全世界 那我们不断提醒说 这张图很重要 是因为呢 2019年5月呢 华为开始被制裁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啊 它的那个销量 是2亿4千台 苹果是1亿9千800台 所以呢 苹果开始输给华为之后呢 开始就有一些 国家安全出来了 但是呢 最新Couching Point说 2022年跟2023年 Q4中国大陆市场呢 来看到苹果 在2022年的时候是23.7 但是到2023年的时候 降到20.2 那到底份额跑去哪里了呢 小米很棒 从去年 从2022年的12.5 Q4呢 到了2023年 变16是增加了 那华为更不得了 9.5 上升到15.2 然后郭明琪他就说 苹果2024年 iPhone出货量大概是下调到2亿支 较去年又再少了15% 还说i15 很烂 因为中国大陆卖不动 i16设计也不太可能有重大变动 哇天哪 连我们i15已经被说唱帅了 连i16都不用去幻想了 嗯 我觉得我们从一个很大的格局来看 就是拿了10年20年的格局来看的话呢 在华为啊 苹果啊 这些尤其是在晶片这里呢 是在通讯跟IoT AIoT的最后的一个最大的战场 是在connectivity就是联通信这个地方的最大战场 那联通信将来你要做万物互联 最重要的是说你要联的所有东西 你要有一个核心 就好像你电视你是要有一个遥控器一样 所以大家会抢这个最后的一个跟人连结在一起的 我们通常我们是叫做那个客户端 这一个端 所以这一段就已经打过了 而且打到后来呢华为不输 旧的这些大产业呢 目前还是有全球的上风 可是在新的部分前沿的部分呢 华为没有输 而且开始走出一条新的一条道路 那接下来要看的呢就是 资讯科技的这个战争打完以后 这个是一个互联网的革命 下面一个呢是能源绿色转型的革命 所以在能源绿色转型的革命中间 我们从这个大战略你就可以看出来 中国到了现在出口的新三样 EV电动车 锂电池 太阳能电池 这中间呢就包含了整个能源绿色转型中间的一些核心 那现在往上去走 一边呢加者当然是在刚才讲的那个智慧互联的革命中间很重要的关键元素 也是一些未来发展的关键元素以外呢 石墨有90%都是在中国大陆 而它是将来做那种高端的电池材料中间的一个核心 所以它不但是可以做半导体 汽车 航空航态的中间 各种的精细的用途 它要进入这个未来再用新的能源的方式去发展 未来新产业的这个地方呢 它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石墨也不是随便选的 是很重要选的 是个关键元素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个全世界海运图 不是就有一些咽喉点吗 那现在大陆在精准的找的就是哪些是新的产业的咽喉点 而且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看成两条路线在竞争 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华为在通讯 科技 互联的地方的一个战场 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绿色能源转型的新战场 那这里呢领头的是比亚迪 因为比亚迪除了在一开头在电池上面非常重要以外 它在现在从电池的第一到第二代到现在的第三代 现在开始研究碳钛矿的这种新的材料的时候 它都是领先的 而且在跟它一起竞争EV的Tesla 它要买大量的能源存储的时候也要靠比亚迪 所以你可以看到新的这个战场 绿色能源转型的战场 中国大陆科技的布局是在前沿 而且到现在非常的严密 所以我们在今年好像也看到一个 一个是旧的老大 他在用他的余晖 另外一个是新的崛起的东方神秘大国 谢谢大家收看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